遭到裁定羁押 不过相关的很多谜团当中 还有很多没答案 像是远东集团取得搜狗经营权 到底前第一夫人吴淑貞 有没有介入呢 近日前远东百货 是刊登了大篇幅的广告 含冤否认之后 现在以受害者自居的 太平洋建设 80多岁的老总裁张明强 他也在各大报 刊登了大幅的广告 他说诚实是上册 提了好几个问题 要求徐旭东出面 说清楚讲明白 打开各大包 都会看到太平洋张家又出招了 这次以斗大的标题 要求远东集团对搜狗案 说清楚讲明白 而署名的人 正是太平洋建设集团 80多岁的老总裁张明强 声明中强调 远东集团一再声明 该集团从未以任何的方式 交付金钱制赠礼券 或者其他物品 给前提家庭成员 但是在远东集团 取得太刘公司之后 由李恒隆自太刘公司 所提领的1750万礼券 究竟流向何处 远东集团一直没有对外说明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 李恒隆已指出 他曾经受远东集团法务长 黄茂德的托付 送贬扫200万礼券表达谢意 而根据周刊报道 更爆出远东集团前财务长李冠军 也坦承有5000万的政治现金 远东集团为何不向社会大众说清楚 此外 声明中也质疑 如果远东徐旭东 只是单纯受邀增资 那么何须要亲自赴官邸 拜访胡舒贞 若我单纯只是礼貌性拜访 又何必需要带笔记型电脑做简报 声明中还引述周刊的报道 强调李恒隆已指出 就是陈哲男来传达扁扫药给徐旭东的 后来向黄芳艳查证 也得到同样的答案 声明中强调 远东难道真的只是受邀增资吗 字字句句 都是冲着日前 远东集团遭到特征所侮辱大搜索后 远东集团刊登声明大声喊冤而来 看到陈前总统已经遭到羁押 接下来贬扫吴淑珍 在搜购案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 也呼之欲出 中天新闻 国王署长正威 台湾报道